歡迎來到我的影片 歡迎來到我的影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祈 那今天呢 楊樹為大家帶來這款遊戲是秘密知識 那 進一下一集 阿祈好像玩到了追逐戰的部分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對不對 喔 等等 立馬上衝進來 有點 稍稍的有點措手不及耶 等等 欸 欸 欸 等等 怎麼怎麼越來越快啦 我已經不知道哪裡是哪裡了耶 我這樣有辦法 喔 可以 順利的逃脫嗎 使用鑰匙 逃出去了 應該不會像是跟魔女指甲一樣吧 就是要去 繞到哪裡去幹嘛 之類的 出來了 接下來要怎麼辦 你說呢 該怎麼辦呢 我已經不想再毀村子了 那就去其他地方吧 而且 也得找到你的媽媽才行 你會和我一直在一起嗎 直到找到你的媽媽為止 就是那樣呢 媽 總比之前那樣一個人孤零零的來的好吧 既然要一起共渡的話 你就不可以瞞著我喔 也是呢 嗯 嗯 結果 到最後 我還是沒能和媽媽一起見識村子外的景色 所以 結束了嗎 不過這款遊戲 不知道有幾個結局對不對 嗯 我不曉得耶 就是 等等 這隻拆了一個追逐炸 就已經 就已經完結了嗎 嗯 好吧 可能是要讓阿奇稍微看一下啊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結局之類的 畢竟 畢竟我們 就是一路玩到尾 可是 這個故... 故事好像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 特別的想法耶 就是可能在於 比較以前的年代的 認知不足 可能產生的很多很多的誤會 怪力亂神之說之類的 對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恐怖 其實...其實 距離現今 也沒有多久啊 如果像是 17 18世紀 那種才幾百年前的事 其實 也是 都還是非常非常... 可能 都是還是這樣 認知的時代 對 其實那時候的 年代 阿奇光想 都無法理解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現在是 生活在這個年代的 人 可是 也不能這麼說啊 可能 可能在我們不知道的 地球的那一端 有著 有著 沒有辦法 充足 充分的得到 知識的 小孩子在 有可能 對 所以他們的理解程度 不會像我們現在的 看的東西這麼多的理解程度 對 所以有可能也會有這樣的落差 畢竟 對 雖然我們這個年代的資源很多 但如果不學習的話 去補充自己的不足的話 其實 我們跟幾百年前的人 應該也是差不多 好可愛喔 可是 頭髮剪掉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結局就好了 嗯 嗯 好像 好像沒有欸 就是 雖然之前阿群選了 呃 不一樣的選項 那我猜 這款遊戲應該也是 單一結局 單一結局吧 嗯 如果沒意外的話 對 因為阿群玩的 也是單一結局 然後 好吧 雖然這一集 短短的 我覺得 以阿群斷的 呃 弱點為弱點 好了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是 對 阿群今天雖然 一開始就問到結局 然後 穿起來了一堆廢話 那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款遊戲 是的 我們結束了 那 一樣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款遊戲囉 對 那 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 下款遊戲 再見吧 see you 掰掰